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最高处达1300米 山上多件森林和怪石 山市陡峭景色幽深 金枪峰和橡壁山都是龙虎山景区的一部分 这里除了最有特点的山以外 还有信江和上青河流津 水资源丰富 可以说是山青水秀了 在龙虎山景区能够欣赏到不同类型的风景 200多元的票价也是物有所值 第二个是广西的龙虎山 距离南宁市只有78千米 是国家C级景区 这座龙虎山中有很多珍贵的动植物 其中的天然药材最为丰富 因此被划为天然药物保护区 这里还有野生动物200多种 有4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山上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8.7% 为动物和药材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这两座龙虎山虽然同名 但是所具有的特点不同 这身其中能更加清晰的体会到二者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感到好奇的话就来这里看看吧 你是喜欢动植物丰富的龙虎山呢 还是喜欢山水秀美的龙虎山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M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评论转发以及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